最近这个宋老师这个金门啊 好像最近 我觉得爱卿德上台之后呢 中国对台湾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作 就是应该我觉得是对爱卿德的一延传的表态 并不是很满意嘛 对 那么我觉得 这当然说比如说严惩台独 这个22条意见啊 这个各方面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在金门附近 这个把台湾的这个船拖走等等的 这些动作 您觉得是中国对台湾 要对金门有所想法 还是要对台湾一种威慑 一种抗议的行为 这严连串的一个行为 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而是一套策略的一个逐步的推动 所以从这个发生的这个 上次那个中共的三无渔船 我们来进行这个距离的说发生这个翻船这个事件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是 他觉得不是一个单纯的越界捕鱼啊 或者说是一种单纯的一种违法的一个事件 他其实是有一种政治忌徒 那就是一种入侵 侵入等等的 进入你的海域 然后一方面看你怎么反应 一方面来做某种政治的操作 所以以至于到最近 他不是又扣押了我们一个蓬库的渔船吗 那么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当然我们先把原先的那个三无渔船的那一个船员嘛 已经先把它放回去了 希望就是通过一种试图的善意义来换取 这一次的这个蓬库的预算这个事情 他们也能够早点放人放船等等的 但是这些事情我都说 是中共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跳岛战略 就是一金马 二澎湖 然后三本岛 他就逐步逐步的用这样的一种跳岛的战略 首先针对于金民们的海域 来实行一种怎么样 他一种完整的管辖权 所以我们常说中共很善于用这个灰色利带作战 可是我看这个金马这个近线海域 已经不是灰色了 它根本就是个红色利带 它要用实际这个执法 要么就驱离 要么就是阻挡 要么就上船去检查 最后如果是 甚至干脆把你的人船都带回去这个大陆去 实行一种什么东西呢 我称之为人质恐怖主义 因为你船被押走了 人被带走了 这个总是无论对他的家属 或者对于我们的国人 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一种恐惧的心理 所以换句话说 他就是要用这种执法权的一个行使 来彰显 或者是一种制造 制造这个他在金马这海域当中 他有主权的一个涵盖 或者是主权管辖的一个权利 所以他不经常 中共不经常说 台湾海家就是我中国的内海 他不太这么说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会冲击到这一个 美国受主张的自由开放的印太 那么就会造成所谓的 什么境外势力的干预 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反弹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就是通过实质管辖 用这种管辖权来制造现实 什么现实呢 就是台湾海峡 其实就是我的一部分 包括你的台湾本道 也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我先前 我很早就来讲说 中共的这个跳岛战略 一金马二澎湖 三本岛 我化在刚落地而已 澎湖的渔船就被压走了 这个就是他已经开始慢慢的 推展到澎湖这个地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这些 所谓的越界 我们的渔船越界补育 这个海域 我想这个彭孝大哥也许 比我更了解 就是说 这个海域其实是 长期的这是两岸的渔民 共同作业的一个混合地带了 讲白了 他有时候他们大陆渔民就开了船 就越界过来 卖什么东西 卖大陆的一些什么 手艺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商品等等 我们也会越界 去什么 去卖鱼等等 或者是买鱼等等 其实这个地区本身是怎么样 金门地区一种小型的海上贸易区 我再讲一遍 小型的贸易区 所以当时他们的海景 基本上也就睁眼闭之眼 顺便带条鱼回去也不一定等等 所以也不加以拐辖 当然这个时候 是他们就所谓的禁鱼的时期了 不过过去的也有禁鱼时期 但是主要是禁止他们 大陆的渔民出来捕鱼 对于台湾的渔民本身 我们数量也没有他多 所以他基本上来讲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是像突然间就改变了 猪羊变色 这个地方他又把你逮捕了 又把你押回去等等 这就是怎么样 不仅是显示两岸关系 确实是很紧张 但他最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打击赖清德政权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 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预谋的 而且是策划非常缜密的 在和平的这一首 他们讲说 我们下京融合融合一下 但是如果效果不张的时候 那我就扣船扣人等等 用这一种 我直接把你当作是我的红色管辖区 然后我就直接扣押你的人船等等 来造成台湾人心的浮动 甚至就是说 他就是要打击所谓的台独 所以他现在就是怎么讲 变本加厉而且得寸进尺 扣押你的人船 他觉得还不够 他还搞了一个成都台独 22条 所以我就讲说这个东西 我就常讲说 蠢人没药医 为什么 他基本上会蠢到一个 就是说 把所有的台湾人都当台独 所以 赖金德先生不是讲 民主不是犯罪 专制才是罪恶 所以一个没有选举的地方 一天到晚 对我们的选举 受伤到势 您的节目好像就在受伤到势 然后一个没有民主的地方 一天到晚就是 想要利用民主来破坏民主 所以 我们不要钓鱼轻心了 就是它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战略 那么 我们除了就是 心防上要自我巩固以外 可能我们有两件事情 是一定要做到的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渔民还是要好好的宣传教育了 就是说 那片海域也非得 也不是非得 那个地区才能补得到鱼 所以尽量不要去避免 越界 因为最近基隆有个渔船 也因为越界到日本去了 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 那我们台日关系这么好 它一样是把你人船扣了 不过因为台日关系好的话 外交解决很容易 等等的 但是中共不一样 因为两岸的这种敌对的关系 而且越来越升高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的陆委会也好 海生署也好 要做充分的 对于民的宣传教育的工作 不要轻易地去冒险等等 因为徒增困扰等等 另外我们的海巡 它这一次 你看好像几艘船在 围我们几艘船 以数量来获取优胜等等 它就是要绣拳头斩鸡肉 等等 它用它的海警 注意它的海警 不是光是暗巡部队而已 它其实叫第二海军 而且它把052D 动武2D的飞弹驱逐舰 它直接怎么样 就挂上了海警的旗帜 把它改装等等的 那动武2D 它是一个远洋作战的 一个大型的舰艇 哪有人家用军舰来 什么海洋巡访的这种工作 全世界没听过这种事 可是它就是这么干 所以它向台湾展示 它的海警部队的怎么样 无论是规模和数量上的 优势的战力 相对的我们就比较弱小 等等的 那弱小就被人家欺负 所以我们将来一定要 大幅度地提升 我们的海巡的装备 人员训练组织等等的 也把海巡部队 把它培养成我们的第二海军 等等的 实力 我觉得就是说 相互的这种竞争 最后还是讲实力了 以实力来做为定夺 那你船没有人家大 然后数量比人家少 那当然它就会大吃小 所以现在我们两件事情 要教育我们的渔民 同时要提高我们 整个海巡的战备力量 彭学大哥 您觉得金门 因为过去冷战时期 两讲时代金门 一直是对立的最前线 后来中国的 怎么说呢 两岸改善了 李登辉时代之后 中国邓小平时代之后 两岸开始改善金门 其实金门某种意义上 虽然还有军队 但是跟不射防差不多 干嘛 那现在他又在金门 制造这个紧张空气 您怎么看他的意图 和台湾 您觉得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八二三炮弹以后到现在 两岸没有开过一次枪啊 对不对 没有一个军人因为 在军事冲突当中死亡的 没有 所以现在比那个时候 算什么兵凶战委 现在比台美断交那个时候 现在是太平盛世 好得很啊 对不对 那军凶战委 是什么 酝酿出来的 做出来的 包括现在的一些状况 为什么呢 以中国的那个海警船 或者他们的海警部队 坦白讲 你要抓哪个船都行啊 但是到现在为止 比例上来讲 还是很少很少 对不对 那前不久 澎湖的一船被抓 那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 那个船啊 已经到了他们的领海附近了 不是 你记录它领海了 这个离岸都很近了 然后不止一艘船 听说有几十艘 七八艘 然后呢 我们还 这个我们海警 海警署听到求救信号以后 赶去 那个才真的危险 因为 等于是进入我们的海警 海警的那个巡逻艇 已经进到了中国的这个领海范围 所以那个是后来等于是突围出来 他们挤到夹包 希望把我们海警船也扣下来 所以还好我们海警船奋勇突围 我非常佩服我们的海警的官兵 真的骁勇善战 这个真的在海上执行非常不容易 我受过海上突击训练 才知道说那种的危险跟艰难 但是我们的海警 面对中国的强势 这个一点都没有退缩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的海巡单位 很多官兵是原住民 台湾原住民 了不起 佩服你们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 刚才宋老师也提到了 点到了个要点 就是海峡 这个台湾海峡 不是捕鱼啊 很多是贸易区嘛 这一点我们就不要说破了 因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存在 那为什么这个船 会到大陆这么近的地方呢 因为以前呢 是中国的船出来 然后大家在海峡中线 互通有无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 卖到大陆去 譬如像龙虾 龙虾 澳洲 我们在澳洲买 一公斤是一千七 卖到中国 就是九千七 这是很好的生意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很多的问题 就出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要到那里 因为现在休娱区啊 这个 一方面捕鱼有很多限制 但大陆船不能出来 不能出来以后 变成很多东西出不来了 所以要我们的船 靠近去运 第二个 现在这些地方 都是什么 都是它的 香网养殖 其实台湾吃的很多鱼 比如像黄鱼啊 那个什么 一些的 这基本上 都是大陆的养殖 然后我们的 云民去那边 这个 捕货 我说的捕货是 补充货物 不是 不是捞捕货的 是 所以 所以这种都是 两岸之间 这个大家睁眼 闭个眼 那么 他现在这样子 是 当然是做个姿态 姿态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你来谈 要你来谈 但是他没想象说 赖清德 非常的 非常强硬 那么 就是不跟你谈 而且 说实在 他很多的作为本身 产生的 负面的效应 更大 那同样的状况 我们一个船 进入了 钓鱼岛 领域 然后也一样 被日本逮捕了 但是呢 就有个对比 对不对 日本方面 你违法 我罚你 你款计来 我人就马上放了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显示 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同样的状况 处置就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也是一个很臭巧 甚至于说 巧得不得了的 这样一个对比 当然我相信 这个 但是呢 坦白讲 我们不要以为说 中共就很 敢要怎么样子 要如何的 取消我们的治权 想要怎么样 没有这么了不起 为什么没有这么了不起 因为说实在 习近平都讲了 不上当 绝对不会上美国 这都美国人的当 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开枪 为什么 美国每一次的 不管是上次金门事件 这次的澎湖事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都表示了意见跟立场 意思是什么 美国的一条红线 叫做不能改变现状 什么叫现状 就是在美中建交的 那个moment 1979年的零点 零时零分的 那个现状 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那个现状 是美国改变了 跟台湾 原来是友邦关系 原来是 有中美共同防疫条约关系的 那个状态 才换取了 现在 以中国为 为成任的国家 的这样一个状况 如果中国改变现状 那美国就很可能 会回到这个现状 以前的现状 譬如像说 最近谷立言 这个出任 这个美国再来协会的 这个处长 那他在就任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期望能够不断的提升 台美之间的关系 台美关系要如何提升呢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也提过 譬如像说 把我们的驻美的那个代表处 提升为台湾代表处 就是提升关系 那为什么谷立言会讲那个话 表示说 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但在美国国会里面 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现 也代表说 可能美国国务院 也在研究这个状态 那么 那现在就是 看拜登想说 是让川普来做 还是他先立个 这个 这个先 抢得先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 搞不好 这种的改变 会在很快之间出现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也跟 拜登跟川普之间的 总统选举是有关的 如果拜登能够抢先 在他任内 做出这样决定的话 当然会引起中共强烈不满 但是习近平不会上当的 所以说 这个强烈不满 然后又怎么样 除了对台湾发泄发泄 然后又怎么样 那条红线 中国是不敢碰的 因为他知道 碰的结果 下场很惨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 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123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